邦安区生活自知多些 Servo 告訴你 買樓找Alvin 保理不會找笨 OK 我們今期就到馬安島 一個保理兼會阻礙 我們今期不是說買樓 我們是來幫業主收 業主是在疫情期間 看了我們的視頻 過來我們這邊 買了我們這邊的一個單位 當時買一個價錢是23,000元 買了一個117平方的三加一磅 都是非常漂亮的 當時是沒有實體樣板間的 全部都是只說 和一個異地樣板間看的 今期我們就上去幫業主收樓 因為我們公司都有一個驗樓團隊 就是經我們公司入手買的 到時都會包驗樓 服務這些是完全不收費的 我們請了我們現樓師傅 過來我們這邊 之前我們保理天候一期那邊 是出現了一個質量問題 很多人都說了那邊 一個複式 就是樓上那個地方 用料的質量非常之差 還有會有漏水的情況 我們今期來到一個二期 看看會不會 會不會這些質量都是這樣的 會不會保理一個天字頭 一個高端的住宅 都是這樣的質量 隨著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好 我們現在就上到我們的二十樓了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一個 電梯間和一個造工瓷磚 可以看到這些就是我們一個交流的狀態 再進來就是我們熱主的一間房 這套房是117評分 做到是三加一房 大家可以看到門口這個位置 是供熱主使用的 因為這邊有一道門 其他主是不能進來的 因為我們當時看的是二地的陽板間 就看不到實體樓 但我們現在上來到 覺得是非常之震撼的 因為有很多大基建 現在已經做得七七八八了 我們再進來看看 可以看到這些全部都是一些交流標準 當時說的是有的 現在也是有的 好像這些密碼鎖 這些和我們的櫃也是有的 這邊就是一個小的陽台位 可以看到這邊更多的陽台 這裡就是加一房 今天我們也帶了我們一個燃樓師傅 即是我們公司的燃樓師傅 過來幫大家 即是幫我們熱主 去做一個燃樓服務 我們公司做到現在 都有自己一個燃樓團隊 即是可以幫我們的廣大熱主 即是幫助我們買了樓 我們後期都會提供我們一個 燃樓收樓服務 所以今天就帶了我們燃樓師傅 過來這邊 是幫熱主燃樓 而且是不收任何費用的 那燃樓有什麼要注意的事項呢 主要是 看下會不會漏水 或者是空股 或者是有些長太 會不會開裂 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進去廚房 先看看 城諾的廚房生建套也是有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洗手盆 裡面已經是裝滿了水 那為什麼要裝滿這些水呢 是要驗清楚我們下面這裡 會不會滲水的 等下就知道了 這個是一個點 還有大家看看我們陽台的位置 可以看到當時是異地讓板 所以看不到這些景色 現在我們對面那裡 就是我們的一個地鐵口 已經是再見了 旁邊的陸地是我們後期的一個小學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整個花園小區 都是比較漂亮的 再進來 看看我們的廚房 再另外一個陽台就是我們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師傅剛才打了叉 以及切了便利鐵 這些就是有走眉空股的狀態 所以師傅也是有切出來 後期物業那邊會整改 大家可以隨著鏡頭 再看回去外面 那邊就是我們的一個大基劍 心中通道 會在明鏈通車的 通車了之後 心中通道過去我們深浸 大概是15分鐘的車程 你說馬安島的價錢 兩萬多元 以及我們保安那邊 十萬元一平方 會怎樣呢 後期一個水漲全高 水會不會往低處流 那馬安島未來一個 升值空間有多大呢 要大家自己去想 那邊呢 那邊呢 不會說有遮擋 可以看到我們 一小部分的一個河景 海景 都是非常之不錯 因為當時 是看不到這樣的 所以現在上來是非常之 就是浸欠一個景色 一個景觀 我們這裡是二十樓 所以這個景觀非常之開揚 那馬安島上面 雖然說現在暫時 是沒有那麼多人 但是未來一個五年的發展 是會非常好 你一旦通車 深圳有非常多 一些產業會轉移到馬安島上面 那會為我們中心 非常多的淫流 上來這邊 到時淫一多 淫熱一多 消費能力上去 增樓價就會上去 我們再看我們房間 那這邊呢 就是一個洗手間 可以看到我們 洗手盆上面 都是裝滿了水 也是驗一下 這個洗手盆 會不會漏水 還有呢 等一下我們一個淫藥房 這邊呢 都是會放水的 要試一下水 會不會流入出水口 因為我們洗手間 都是要這樣驗的 接著就是我們房間 可以看到這些木板 要驗一下 還有我們的櫃窗 再過來呢 另外一間房間 我們再進來 都是我們一個洗手間 還有這邊就是我們的主眼房 可以看到這邊也是放了水 等一下再看看我們 會不會漏水 是不是有這些問題 那之前呢 我們保利之妹 即是一期 一期有很多的一個業主 他就驗了老闆 送的一個複色夾沉 是有問題的 因為上面那些 造工和執量 有很多人發出來 說成寵 可能只有兩百斤 或者是一些板 非常之薄的 一看就怕爛 但是這邊 暫時沒有發現這些問題 給個答案 我們師傅也在幫我們 在驗我們廚房的一個門 或者窗戶 這些都是後期必備的 說回整個馬鞍島的一個發展 現在暫時一個情況 就有很多一些科技 人才和我們一些工業 已經是先進來的了 遲些會不會再進去其他一些 最高深技術的一些產業 或者科技 這個肯定是會有的 因為這條路 深中通道明年一通車 十多分鐘到深圳 深圳現在有這麼多的產業 你知道吧 在深圳一個產業 製造成本 是非常之大的 為什麼不移過來 十多分鐘的車程 移過來馬鞍島上 設備全部都是深的 樓也是深的 成本又比深圳低了幾個級別 為什麼不過來這邊發展呢 而且這邊一個海運 是非常之好的 後期我們一個 中山港碼頭 都會搬過來這邊 海運和陸運都是有的 所以這邊一個發展 都是看得非常之好的 當時我們業主 在疫情期間 買了我們保利座 這邊是兩萬多元一個價錢 現在經過疫情之後 有個樓市雖然有一點 但價錢也是持平了 是兩萬三 兩萬四個價錢在這裏 相信未來一個五年內 一個升幅會更高 可能去到三萬多元 四萬多元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們現在周邊 還有再售一些馬鞍島樓 都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看到我們今次的視頻 覺得我們馬鞍島上面的環境 以及明年一個深中通道的通車 會利好整個馬鞍島的樓盤 會刺激到我們樓市的消費 可以聯繫下方一個 Alvin的聯繫熱線 會打我們的電話 我們有專車接送大家 過來馬鞍島實地去考察一下 或者是介紹我們周邊一些 值得投資入手一些低稅位的樓盤 去供大家去選擇的 這些樓盤資料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 投資馬鞍島的話 可以聯繫一下Alvin和我 我們今次的馬鞍島 一個收樓現樓服務介紹 以及我們樓上這些樓盤的介紹 就到這邊了 跟大家說聲拜拜 OK 拜拜